当前世界经济正在复苏 但尚未出现强劲势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4月份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认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 面临极大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在第一季度逆势而上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4.5% 应该说一季度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 符合预期甚至超过预期 这个4.5%的增长速度 应该说反映了中国经济一个良好的开端 面对不慎明朗的世界经济态势 中国动力备受瞩目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近未来的经济发展态势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未来 我们对经济是有很多的期待的 那不知道您跟我们大家怎么样来分享 这样的一个期待 我们对中国经济当然抱有非常大的信心 而且我个人一直是比较乐观的 你就这么说吧 对中国经济也没有期待 你对其他经济更没有什么期待了 巩固经济回升基础 需要继续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充分发挥消费对实现全年发展目标的促进作用 那么应该如何扩大消费呢 大家做企业也好啊 做什么也好 要看到我们毕竟14亿人口的大市场 我们的消费市场还是在不断扩大的 我们的消费的信心也仍然是比较强的 樊刚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 首席专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他做客市民文化大讲堂 为我们带来解读当前中国经济 现场和电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市民文化大讲堂 我是主持人于燕 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 是中国经济的波动与长期增长 我们知道在全球化的时代呢 国际环境的变化可以说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经历了不同反响的经济的波动之后 那未来的经济发展是怎样的呢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的院长 首席专家樊刚先生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主题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樊院长 我们知道呢最近呢 IMF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 它将今年的全球的经济增长的这个指数呢 是调到了2.8% 但是呢我们今年的我们完成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的是5%左右的这个经济增长 就这两个数据之间它是有差距的 您怎么看这个数据差距 MF它们的预期全球的经济增长曾经是1.7% 后来呢调到了2.4% 最近呢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一季度的这个表现 我们有4.5的增长速度 所以呢它们又进一步地上调了这个全球增长的预期 也反映出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确实在对于全球的增长 是做出重要贡献 现在一般估计就三分之一左右嘛 就是说它对全球预期的变化是根据我们的变化 我们中国经济的那个表现来进行的调整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那我们也知道过去我们经历过不同反响的这个岁月 那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未来 我们对经济是有很多的这个期待的 那不知道您跟我们大家怎么样来这个分享这样的一个期待 你就这么说吧 对中国经济也没有期待 你对其他经济更没有什么期待了 但是世界经济现在整体是比较低迷的 我们对中国经济当然抱有非常大的信心 而且我个人呢一直是比较乐观的 但是呢在这个乐观的同时 我们要考虑风险 考虑到我们可能面对的各种困难 明白了啊 最后一个我们大家关注 就我们现在在深圳 还是很想知道 就是对深圳的这个经济的预期 以及我们对深圳经济您有哪些个建议 刚才我说了 如果对中国经济不乐观的话 对世界经济其他就更不乐观 如果对深圳不乐观的话 我们对中国就很难乐观了 对不对 深圳应该是中国的一个引擎了 特别是我们的高兴科技 我们可以看到方方面面 包括我们的这个各种产业啊 包括我们的服务业啊 包括我们的消费啊 深圳应该都是走在中国的前头 明白了 下来我想要把宝贵的时间 留给教授您 再次掌声欢迎老师 一季度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二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七亿元 同比增长百分之四点五 中国经济逐步回升走稳 彰显出大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那么在国际比较中呢 整个中国经济是很有韧性的 我们不说其他国家 那些高通货膨胀的国家 那个老百姓的生活受到什么影响啊 你想想我们的食品价格 如果涨了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话 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 在一季度的各项经济数据中 还有哪些亮点呢 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 发表的科学论文和被引用的 被应用的比重 在世界上现在也是领先的 人工智能这些数字经济 应用到各行各业去 我们的基础设施条件是最好的 市民文化大讲堂下一节 樊刚院长为我们带来 一季度经济数据的亮点 大家都非常关心近期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表现 应该说呢 这个一季度的表现呢 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预期 甚至超过预期 那么这个4.5%的增长速度 应该说反映了中国经济 一个良好的开端 那么有一点呢 超出预期的呢 是中国的出口 一二月份中国的出口相对很低迷 按照美元计价 负的6.8%的增长速度 那也就是收缩的 然后呢 大家都预期三月份也不会太好 没想到呢 我们出口在一季度反正 而三月份呢 出口增长了14.8% 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反弹 那么在国际比较中呢 整个中国经济是很有韧性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 国际上特别是发达国家 通货膨胀高齐 而我们通货膨胀很低 我们不说其他国家 那些高通货膨胀的国家 那个老百姓的生活 受到什么影响啊 如果你想想我们的食品价格 如果涨了10% 20%的话 对我们会是什么影响 这个能源的价格呀 等等都在上涨 我们呢通货膨胀率 一季度是1%左右吧 1.3%这样的水平 应该说也是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 有很大的调整的余地 然后当其他国家 都出现贸易逆差的时候 现在这些以前传统的一些逆差国 包括日本啊 包括韩国啊等等 德国 最近这几个季度都出现了逆差 我们仍然是顺差 而且还是很大的顺差 顺差多了也不见得好 这个确实是有这问题 但是在全球经济动荡的过程当中 我们顺差总比逆差好吧 然后呢这个关于汇率 在全球汇率市场波动很大的时候 我们的汇率基本稳定吧 前一阶段呢 是因为美元升值 导致了我们的一定的程度的贬值 但是最近呢美元又跌下来了 那么我们的汇率呢 又进一步就调整 又升回来了 然后呢我们按照 我们的一个篮子计价的这个汇率 应该说过去的一个阶段 一直相对平稳 那么在全球这种经济动荡 特别是金融市场动荡的时候 我们汇率的稳定 应该说是一个韧性的体现 再加上这个现在 全世界的货币体系也在发生调整 这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 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使用美元 而使用其他的货币 那使用什么样的货币好呢 那一定是比较稳定的货币好 稳定的货币更值得大家的信赖 人们在交易当中 结算当中 可能会有更多的人 愿意使用人民币 再看到我们的韧性的 另一个方面就关于金融 那么我们的银行体系 总体上不存在系统性风险 然后呢我们的韧性体现在 我们有一系列的新的增长点 而且呢确实有一系列的亮点 智能汽车 我是愿意把这个新能源车 称为智能汽车 因为我们现在的新能源车 都有大量的高新科技 特别是这种互联网技术的 这种加载 新能源 各种技术 从光伏到风电到储能 我们世界是领先的 我们的出口大幅增长 仍然在增长 人工智能 在很多领域里面 我们的人工智能是 至少在第一梯队吧 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 发表的科学论文和被引用的 被应用的比重 在世界上现在也是领先的 这些人工智能 这些数字经济应用到各行各业去 我们的基础设施条件是最好的 我们的这些制造业 产业 各行各业 也都在积极地应用 这个新的数字技术 使得我们各行各业的质量得以提高 这个不仅仅带来新的技术变革 而且它确实会带来产量的增长 带来新的增长率 生物医药 15年有关制度改革以后 我们的生物医药 应该说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 我们现在的新药 创新药 已经超过了日欧的企业 美国当然还是最大的 我们已经占了一定的比重 然后我们城市群的发展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增长的引擎 城市化是我们下一阶段 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引擎 也是我们消费水平提高 我们的收入水平提高 我们的城市化进程 能够加快 这对于我们的经济增长 都是重大的一个促进 我觉得中国经济 只要看到这些韧性 看到这些新的增长点 新的亮点 我们应该对中国的经济的发展 具有充分的信心 通货紧缩市值 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 往往还伴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减少 和经济衰退的经济现象 今年一季度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涨幅回落 有观点认为 当下中国经济出现了通缩现象 对此 樊刚院长如何看待 我个人认为呢 只看到价格下降 不能说明 这个下降的性质 就属于通货紧缩 近年来 我国外贸出口大幅增长 贸易顺差创新高 与此同时 我国外汇储备增长幅度不大 那么多出的外贸顺差哪儿去了 这里面呢 要注意到我们的外汇体制 在过去第二十年里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市民文化大讲堂下一节 樊刚院长为我们解析当下经济态势 下面呢 我就来讨论一下 最近几个热门的话题 第一呢 就是是否出现了通货紧缩 当前呢 这个价格指数在下跌 价格指数下跌 就是不是价格在下降 而是价格的增长速度在放缓 三月份 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只有0.7% 不到1了 PPI 就是生产者价格指数呢 一直是负的 生产者价格指数呢 就是生产者面对的成本价格 它的上升的幅度 现在在下降 尽管世界上 去年应该说能源价格上涨啊 一些打动商品资源价格上涨啊 但是呢 我们这个上游消化了这些价格上涨 那么这个呢 对下游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呢 压力就比较小 所以呢 近期 可预见的将来 我们的消费品价格 也不是上涨的趋势 甚至现在有人在担心 是不是出现了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就是 消费者价格是负增长 那现在我们有 已经有一个价格指数是负增长了 那么有人怀疑通货紧缩呢 这个在一定意义上 也就有它的一定的原因吧 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呢 只看到价格下降 不能说明这个下降的性质就属于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说的是什么呢 是通货少 就是货币少 因为货币少 所以需求少 所以价格下跌 这是标准的或者叫典型的通货紧缩 同样是价格下降 会有不同的原因 第一种价格下降是 生产率提高成本下降 大家想想我们做企业 天天想着就怎么降低成本 对不对 降低成本们 如果市场有需求嘛 我能够卖得更好的 卖到过去同样的价格 我成本低了 那我就多赚了 所以如果在正常情况下 通过市场竞争 这个价格应该是不断下降的 因此呢 我曾经还发表文章 我称这种价格下降 叫做有效降价 有效的那个意思 就是有效率的意思 因为效率提高 发生了降价 这个呢有没有呢 在中国的情况下也有 我们企业的效率的提高 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们可以说典型的 通货紧缩的现象 通货紧缩就是 货币发的少了 那么导致呢 这个整个需求减少 这个价格下降 第三种情况呢 是我们现在这种情况 现在什么情况呢 货币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出现价格下降呢 就有点像经济学所说的 叫做流动性陷阱的 那个现象 就是货币再多 我仍然不花钱 我仍然不消费 我仍然不投资 需求仍然不忘 因为什么呢 因为预期减弱 那么这种情况呢 有点像通货紧缩 因为都是需求萎缩 但是呢 它不是因为货币减少 出现了通缩 而是因为 人们的预期减弱 导致了价格下降 我觉得现在是这种情况 以这种情况为主吧 那个有效降价 有一点因素 但是应该说 不属于现在的主要因素 然后呢 最近还有一个 大家还问一个问题 你老说我们的外贸顺差大 那我们动不动 就是几百亿几千亿 不断地创新高 三月当月的顺差 达到了八百八十多亿美元 然后大家就问 你有这么多顺差 外汇储备怎么没涨 外汇去哪了 所以的问题是 我们创了这么多汇 我们这么多顺差 对外汇跑哪去了 这里面呢 就要大家要注意到 我们的外汇体制 在过去一二十年里面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那么这块先说 什么是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是中央银行 持有的官方储备 它的前提是什么呢 是中央银行 拿到了这些外汇 但是呢 我们从二零一二年以后 外汇体制发生了变化 什么变化 以前是强制结汇 你有了外贸顺差 你有了盈余 你都得交给中国的银行 中国银行呢 交给了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给你人民币 一二年以后呢 我们不再强制结汇 自愿结汇 所有企业 包括我们个人 都可以开外汇账户 你的外汇实际上是 是你自己存留下来了 它不再是官方外汇储备 因此呢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 也很简单 主要就是 过去是官方外汇储备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汇 走进了民间 外汇储备的这个盘子 那应该说 这比较能够直接解释 外汇储备到哪儿去了 今年五一假期 多地重现 吃饭要等位 打卡要排队的热闹场景 不少热门景区人头攒动 消费市场动力正在释放 作为推动经济发展 三架马车之一 消费不仅是中国经济 稳定运行的压仓石 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 那么如何才能扩大消费呢 大家做企业也好 做什么也好 要看到我们毕竟 14亿人口的大市场 我们的消费市场 还是在不断扩大的 我们的消费的信心 也仍然是比较强的 市民文化大讲堂 下一节 樊刚院长为我们带来 如何扩大消费 我们现在大家都说 扩大消费 扩大消费 大家就都会问 怎么才能扩大消费 怎么才能够使得 我们的经济增长 在最终消费这个问题上 变得更加平衡 也不是消费越来越多越好 也不是投资越来越多越好 那么如何在消费和投资 和储蓄和消费之间 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关系 这是我们现在 确实要面对的问题 先说一个观点 我们的消费是比率比较低 但是我们的消费增长 还是不错的 我们的消费市场 还是在不断扩大的 我们的消费的信心 也是不断的 也是仍然是比较强的 这个大家做企业也好 做什么也好 要看到我们 毕竟14亿人口的大市场 这个数呢 是21年的各国消费总额 我们跟其他国家比 我们的消费的总额 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呢 最近20年的消费增长率 消费增长速度 我们是最高的 电子商务 我们是最高的 各国消费者信心 这是去年9月份的 中国是最高的 我们对未来 我们对消费的增长 我们的信心是最足的 那么要分析消费的增长呢 你就要认清楚 消费是一个 非常难分析的一个问题 因为它的很多问题 是混起来的 很多问题是 机生弹诞生机的 这些问题 你要把能把它说清楚 能把它从消费到供给 之间的关系讲清楚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至少呢 扩大消费 面临三方面的大问题 第一方面呢 是收入 消费基金的来源 是你的收入 有收入才有消费 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 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吧 第二呢 就是消费和储蓄的关系 我有钱 我为什么不都花 我为什么要留下明天 以后再花 就是储蓄 我为什么要存起来 然后第三个问题才是 我想花钱 我想消费 但是我消费条件不好 没有场景去消费 没有东西可消费 你们供给侧 不提供新的消费的 这个东西 等等等等 那么现在呢 非常重要的问题是 思考收入和消费 你必须有经济增长 你才能有收入增长 你有收入增长 才能有消费增长 所以这问题又回到了 我们能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这也是当年凯恩斯这些 创造了这个 现代就业理论的这些人 所非常强调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扩大内需 为什么要保持 方方面面的需求的增长 是为了经济能够增长 是为了人们能够就业 人们能够有收入 那么因此呢 我说在这个问题上 也是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个有就业 有收入 才能有增长 而就业和收入的短期问题 是在于经济低迷时 如何帮助 帮扶企业 如何维系就业 就业和收入的长期问题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业化 城市化 知识化 长期持续增长 特别是城市化 城市化是我们下一阶段 需求增长的主要 就业增长和需求增长的 主要来源 然后就讲到消费和储蓄 这个储蓄就是 为什么我挣了钱了 我为什么不都花掉 我为什么更多的 我要存起来 我以后花 到明天花 那这就是 现在和未来的关系问题了 是人的生命周期的问题了 什么周期呢 就是我要为未来 做哪些准备 退休以后怎么消费 我的子女教育 生老病死这些问题 是一个什么样的 收入结构和社会安排 在这儿呢 毫无疑问 社会保障体制 比个人保障体制 要更加经济 更低成本 更多的社会保障 一定会使人们 更多的当期 能够花钱消费 包括发展教育 这些公共服务 那这样呢 使大家更放心的吧 来增加当期的消费 那么我们如何提高 这个消费率 降低储蓄率 这确实是我们面对的 有一个问题 各种公共保障措施吧 甚至包括婴儿啊 包括养护啊 养老啊 等等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营造市场化 法制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 好像这个国内统一大市场 跟这个消费市场 这个概念是有点区别的 那这一块的话 未来怎么突破 我们这些年的改革 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统一了大市场 各地的那些贸易壁垒啊 什么的越来越少 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 对人民生活安定 和世界金融稳定 具有重要意义 多年来 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 一直基本稳定 人民币汇率的上述的 变化和态势 那么对我国的经济 尤其是对外贸易 和吸引外资 这个与开放有关的 这些问题上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汇率稳定 对于贸易和投资 都是一件积极的因素 面对一个稳定的货币 大家更容易做生意 市民我和大讲堂下一节 解读当前中国经济 精彩继续 谢谢范医长 今天给我们带来 这么精彩的 这个把卖宏观经济的演讲 我有一点困惑 是关于这个国内统一大市场的 好像这个国内统一大市场 跟这个消费市场 这个概念是有点区别的 那么到底这个国内统一大市场 这个概念是什么 那这一块的话 未来怎么突破 有哪些是重点改革的这些方向 谢谢 那首先要说啊 就是我们这些年的改革 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统一了大市场 就统一了我们的市场 就各地的那些贸易壁垒 什么的越来越少 这是真的 价格的区别也越来越少 应该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个地区的封锁障碍 这往往是一个大国 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 就是阻碍发展的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历史上最大的例子 就是德国当年 德国当年没有统一的时候 就匹斯麦 没有匹斯麦把它统一起了 是300多个小公国 每一个小公国都 在那个边境上都收关税 这一下子你没法交易 所以德国的经济 很长时期就处于低迷状态 直到形成统一大市场 它才得以发展 那么就说到我们这个统一大市场 比如说这汽车举个例子 现在我们很多地方 仍然有政策 二手车不得到别的地区去卖 那么这就是阻碍了 这个汽车的流转 你比如说很多汽车 其实城里人把它卖了 成了二手车之后 它可能到另外一个省的农村 它还有很大的需求 那如果这个车 没有这个政策的话 统一大市场的话 这个车的流动 这个流转就更加顺畅 这个市场也会更加开放 然后还有很多 其他的一些东西 你比如说从金融的角度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 各种产业各个地区都 设置了一些什么优惠政策 然后一些恶性竞争 也使得这个市场产生很多扭曲 它政策不统一 不统一就导致着 大家有各种钻一些空子等等 也产生一些问题 那么怎么使得 我们对企业都一视同仁 怎么能够消除这些地方的保护 仍然是我们整个经济发展 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樊教授 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分享 刚才您也讲到了汇率的问题 今年第一季度 基本是稳中有增长 但是同时人民币 对一篮子货币 基本是保持稳定 我看到数据 基本在100左右波动 那么人民币汇率的 上述的变化和态势 那么对我国的经济 尤其是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 这个与开放有关的 这些问题上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谢谢教授 汇率稳定 对于贸易和投资 都是一件积极的因素 对于贸易而言 面对一个稳定的货币 大家更容易做生意 当然了汇率我们比较稳定 我们一个篮子比较稳定 但是美元那儿 最近波动得比较大一点 对于做生意可能有点影响 但是总的来讲 当你的本身 你的本币比较稳定的时候 大家做生意比较容易 不用考虑太多的汇率风险 投资也是这样 我面对一个稳定的货币 我可能更愿意持有 或者我可能更容易 在这样的一个货币环境下 进行投资活动 我们往前看 我们的汇率 是不是还会继续稳定 在这个问题上 我就说我们要看汇率 不仅仅要看我们和美元 这两个货币 还要关注其他货币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一个货币的它的汇率 它不仅仅是 你和标准货币的关系问题 美元是标准货币 那么我们通常说的汇率 六点几 七点几 那都是对着美元说的 两个国家的因素 确实起主要的作用 一个是我们 比如我们经济增长好了 可能我们就升值 经济增长弱了 出口下降了 我们可能就要贬值 美国也是这样 它加息了它就升值 它降息了 它可能就贬值等等 这两个国家本身的因素 确实是起重要作用 但是以此同时 你也得要关心其他的货币 就是其他的货币 对美元的变化 也会影响你汇率的变化 所以有的时候 汇率在发生变化 但是原因可能不是你的原因 而是或者美元 或者其他货币 对你产生的影响 那么我们在应对汇率风险的时候 这个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总之这个世界 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世界 我们的企业走向世界的时候 也都面对了这些风险 所以我们的企业要成长 其中一个方面 就包括我们的知识面要更宽 对于世界的观察 要有更多的维度 才能使我们真正变成跨国公司 也能在全世界 来去追求我们的利益 现场和电视机间的观众朋友 非常感谢樊刚先生来到这儿 跟我们大家的分享和梳理 为我们当下的宏观经济状态 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想经济发展 它是个动态的过程 要素多样 但是基于良好经济结构基础 之上的信心 却是如此的重要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再见 再见